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所以这里的特产也是荞麦 那我们欢迎12月的时候 大家都可以到这里来欣赏荞麦花海 那我们育德国小呢 12月的时候就趁着荞麦花海开的时候呢 我们就带着毕业发的小朋友 然后一起来这边拍毕业照